何彦 你们老板真会做生意 拿你 打了张漂亮的过手好牌 生意人嘛 凡事都讲交易二字 我到处找夏彦 哪也找不到她 后来我下决心 到她母亲那儿去找 可她母亲 把我给赶了出来 为什么 当妈的怎么能这么做呢 她母亲为了夏彦这事 好几次想上吊自杀 她爸爸每天酗酒 后来她父母离婚了 她爸爸一个人住在工厂的仓库里 她母亲又嫁人了 继父带了两个儿子过来 我看她母亲精神都有些失常了 她应该劝劝夏彦 让她常会去看她妈妈 人生在世 毕竟只有一个妈妈 她劝过她 夏彦她说 她去看过她母亲 可她母亲根本是不认她 好端端的一个家庭 因为夏彦的侮辱旗 就这么彻底地毁了 我跟人土发不适 我一定要把夏彦给她找到 可是我到哪儿去找她 我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就想到你 我想你一定知道夏彦在什么地方 上夏天 我完全可以告诉你夏彦在什么地方 而且也可以帮你劝夏彦回到人土的身边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必须问你 就是夏彦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了 你跟人土之间的感情关系 当然 我知道在感情问题上 人都是自私 可光凭自私 并不能换来真挚的爱 你说呢 那么您说我和夏彦 到底谁比较适合人土 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跟人土之间的关系 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你们的关系是否已经确定 如果确定了 夏彦的突然出现 又给你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那我一定会劝说夏彦 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 你毕竟是有恩怡她的好朋友 朋友的恋人 再好也是不能贪的 夺人所爱 那是最不道德的行动 那我是水云女说的那种 表辞私的人 我是干公安的 做什么事都要有个盼子 如果我对你的判断没有错的话 是我的眼 其实 仁卜她并不爱你 对吗 可你有特别苦恼的是 仁卜在你的心中 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理智 占据了你生活的全部 是不是 我承认你看得非常正确 当初 我爱上仁卜 也是像夏月县的身份 出现在她身边的 仁卜 虽然双目失明了 但她身上的男人味道 却并没有消失 她是一个 有着极其强烈事业性的男人 她丰富的感情 深深打动着我 甚至叫我彻夜难免 我对她曾经有过最美好的梦想 我想 当我们老了 她坐在轮椅上 我推着她 走在落叶的深秋的小道上 听她弹诗 听她讲述 一个又一个 温馨的爱情故事 我就是靠着这种幻想 准备牺牲我的青春 去陪伴她 走过短线的人生 我知道你对仁卜是真心的 你对她的爱 记忆了重解的梦幻 这对男人来说 那是最大的渴求 可是我并没有勇气 把这些告诉她 我觉得 爱应该是含蓄的 如果她对我也有这份感情 那么她应该能够感觉到 我执着的爱情 她心 她没有 她对待我 就像对待一位小妹妹一样 我对她的行为不知所措 以至最后 使我丧失了追求她的信心 我现在很理解 我们女人呢 总爱生活在一种梦幻中 可梦幻真就是梦幻 我们最终 还是要面对现实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男人的爱呢 做出不一定要有回报 爱情是说的 明白了 我真的明白了 这世界上 不管是物质财富 还是尽量财富 都不能寻求 不但你回报也不会安心 要证实现实是需要勇气的 再说你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我觉得我以前不但伤害了向月 而且还伤害了人们 我应该从他们俩当中退出来 你是这样会更好 我知道你为什么急着找夏月了 你是想让夏月和任朴 能成为你梦寐以求中的那种理想关系 是不是 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 而且夏月也成为任朴生活中 不可缺少了一部分 如果他们真能成像你所说的那样 那你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你能够接受我的想法 我真是太高兴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的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 那就让我们祝愿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见到夏月 请你转告他 就说我少小见 对不起他 希望他不要再记后我 我会的 我也希望你能尽快找个好的归宿 你看我能吗 你这么善良没问题 人不以前给我写过一首诗 我能够拥有这首诗也就很安静了 那你说说看 记住夏日的黄昏 我们相忘了你 把香食 拓付给烈人风干 来你再品尝记忆的晚宴 好 见到薇薇以后 把我们公司筹拍MTV的计划跟她说说 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她 那她要是接受了公司的邀请 我们什么时候跟她签约啊 副总很看好她想尽快和她签约 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我的处境你也知道 我们必须拿出成绩来证明自己 我明白 我尽量说服她 不是尽量说服她 而是一定 你知道吗 金海勇现在到处托人买段薇薇 明着是捧她 实际上是想把她毁了 你从哪儿得大的消息啊 今天上午 杨梅偷王小龙给傅整涛打了个电话 你和杨梅修好了 什么呀 没有 行了 你走吧 办完事去看看仁府 要不成绩也该着急了 行了 我忘不了 我现在还挺想念那座老院子的 快回去吧 天快下雨了 行 你赶快去啊 拜拜 哦 哈哈哈 咱与你 我是不是在哪儿 有些东西 哇 不是 我也是 你 我 行 你 你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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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条件地跟她合作 你特别要转告她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报答她上次对我的解救之恩 好 我一定一字一句地转告 我一定一字一句地转告 谢谢你为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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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博老师 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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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个文件呢 副总 对不起 夏宇出事了 我现在得离开去医院 没关系啊 冯丁 夏宇出事了 我得去一趟 好 我跟你一会儿去 好 刚刚点了 什么了 夏宇出事了 我马上就到 师傅 麻烦你开快一点吧 我们家人被车撞了 师傅 我求求你啊 你开快一点吧 想快了 多给十块钱啊 开快点 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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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宿舍请洗三遍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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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会不会跟赵长帽有点关系 我说了 我说了 夏宇 我来晚了 夏宇 夏宇 夏宇都告诉我 任父的伤势怎么样了 正在抢镜 大人说 恐怕不行了 夏宇 夏宇 有一个人到我那儿去找过你 说是你的表哥 你见到他了没有 表哥 我从来就没有什么表哥 那个人长得什么样 那个人 肤子不高 戴着一副喷边眼镜 挺斯文的 他是不是说话还有点口吃 对对 是有些街吧 好像 昨耳朵上 还长了一个热瘤 他说 他找我来干什么 他说 他说什么嘛 他说 要找你取回 他放在你那儿的东西 这个流氓 想不到 他还有脸再来找我 夏宇 那个人到底是你什么人 他 他 他就是霍克 看来 这绝不是一期普通的交通事故 那辆冲着夏宇去的轿车里面 肯定就有 霍克 是 我 小伙子 是 一的 说吧 你和赵长帽 一共贩卖了几次毒品 两次 毒品是谁向你们提供的 您的老项 政府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你最好老老实实和我们配合 我说 我说 我争取重关受理 霍克是我们的后台老板 毒品都是他从国外倒退进来的 霍克 他跑出国去几年了 怎么现在突然地回来 您怎么 什么都知道 听赵长帽说 霍克现在昏影 他躲在国外 也不踏实 他回来 想杀死几个人 跟他陪葬 他想杀谁 他爸 他妈 他说 他把他妈 把他给害了 还有他以前的女朋友 夏宇 他说 队长 情况怎么样 赵春茂这小子好像有点察觉 他一天换一个地方 大厅里有我们的人吗 全是咱们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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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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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